大家好,我是蔡律师 我们这个讲座的题目是 党员办理美国绿卡的两大误区 那我们闲话小说呢,直奔主题 这个大家知道呢,现在过去一段时间来 你从各种新闻啊,从这个网络的消息啊,都可以看到 就是说很多人了解到,现在呢,可能有更多的限制 那或多或少有的人也听说过 说有的人曾经是党员,然后呢,办理美国绿卡 不管是在境内办485,还是在境外办移民签证 遇到一些问题啊,我们的YouTube视频呢 以及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文章 也有若干关于这方面的讨论 那现在有一些形式的update嘛,是吧 有新的情况,我们在这里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 那已经是2021年了,那大家应该怎样来 更好的认真准备,有什么样的对策 尤其是避免陷入什么样的误区 那简单来说呢,这误区呢,就是两点 一点呢,是入党原因 另一点呢,是什么时候停止交档费 或者说停止党员身份 我们下面详细的给大家分析一下 那一个呢,这个入党原因 好多人觉得呢,说啊,我这个说 employment reason啊,好像就觉得已经很充分了 是吧,但是呢,后来一直到遇到问题 才发现这个不是移民局接受的理由 为什么呢?很多人或多或少的讲到的都是 啊,我入党是为了得到什么样的好处便利 或者说,如果我不入党会错过什么样的好处便利 啊,自己觉得理由很充分 但是呢,这有一个思维上的误区 啊,一个mindset的这个区别 那移民局会认为呢,说你是为了这样的好处 或者才这个同意加入组织的啊 那这个,从这个原因上来说 那你就是自愿的嘛 啊,那不能这个符合exception的要求 啊,好多人呢,花了很大力气 那也比较认真 但是或多或少的呢,都是用来强调这一点 说,这个事情啊,在中国是被认为是一个荣誉 一个奖励啊,然后呢 如果说我这个加入呢 对于我找这个国有企业的工作呀 或者我这一行业的工作会有很多促进 或者对于奖学金啊 啊,对于上研究生有帮助 或者说呢,如果我不加入呢 啊,那么我的其他同学啊 或者是别的人,我看到呢 他们都有这样的advantage 啊,就因为他是党员 然后后来呢,那我如果说 我不同样做呢 我就会处在disadvantage position等等啊 这些,花了很大力气来认证这些 那这个呢,像我们前面说到 啊,一般来说 不是移民局接受的解释 啊,那也许若干年前 可能移民局不在这方面较真啊 没有关系 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例子 啊,有的人呢 你这个反而会有反作用 在这个statement呀 或者在面试的时候 强调讲到这些 那这个叫覆水难收嘛 啊,你已经讲到的这些呢 强调的其实对于个人的申请 不一定有好处啊 简单来说,就是像这样呢 移民局不认为是 这个employment purpose 为什么呢 移民局的标准是说 如果你找不到别的工作啊 然后那这样呢 才叫employment purpose 是吧,那这个如果说 只是我找不到这样好的工作啊 那这个不是移民局接受的理由 那这是一点 那另一点 这个常见的误区是什么呢 是关于退党的时间 比如说,那我出国以后啊 我就自然而然的 我就没再交党费 后来我就退党了 是吧 或者呢,这个说 你看党章上是这样不一定的啊 来提出 那我们看到呢 在实际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这个移民局呢 会指出啊 首先呢 有的时候你这样passive的 这个证据是不够的 你需要有active的 其他方面的证据啊 或者呢 有的人只依赖 过分依赖这个党章 那么移民局会提到说 我们研究了党章啦 上面还说 仅仅六个月以上 不交党费 只是啊 退党的条件之一 并不是说自动退党 还要党组织开会 报级这个上级组织批准 这样才符合 另外呢 我们看到有的 具系或者 在f1里移民局还提到啊 我们也了解到 有的留学生 访问学者来到美国 若干年以后 后来又离开美国 回到中国 他的这个大员组织关系 还能够接上 还能够继续 这也说明 到美国六个月 没交党费 没参加活动 本身仅仅这一点是不够 所以我们看到呢 有好多申请员 本来其实条件挺好的 但是呢 因为一个沟通问题 一个mind side的问题 他的这个准备的方向 解释的方向不对 从这方面 然后遇到了问题 那所以两个误区 一个是诱挡原因 另一个是退党前后的 经过和时间 那这两点呢 是申请人经常 遇到问题的地方 那我们此前呢 有一些视频 讨论了general的情况 但是我们看到嘛 形势在不断的变化 现在移民局在这方面呢 比原来更收紧了 举一个例子 所谓non-meaningful membership 过去呢 可以作为一条来解释 但是现在呢 看起来就比较难了 因为移民局的 这个policy manual上面讲到 除非你不了解 这个组织是什么样的性质 否则呢 就比较难以成立 这个non-meaningful这个理由 那again呢 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做这样视频呢 是为了帮助大家解决问题 避免误区 我们这个不是一个 政治话题的视频 是吧 政治内容呢 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 那此前呢 我们有别的视频讲到说 曾经是团员啊 等等方面 是吧 那后来呢 我们也看到了移民局 确实呢 在这方面比以前 可能有更多的要求 或者说至少更多的了解 所以提前做好准备 还是需要的 again呢 我们这里 这个有一个叫花辣子 浓信使问题 是吧 don't shoot the messenger 我们在这里 给大家讲到这些问题 是为了提前大家要重视 要避免陷阱 避免误区 而不是说 这个激发问题 是吧 那移民局要采取的什么策略 这个显然不是我们能够左右 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 那有的人讲到说 现在美国有新的administration 新总统 会不会情况好一些呢 有可能会有变化 但是另一方面呢 坦率的说 我们看到 比如说美国国会 通过的这个那个决议 是吧 有的涉及到中国的 有的是全票 或者接近全票通过的 所以呢 就想在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呢 美国民主党 共和党 两党呢 是有一个共识的 如果说有一些区别呢 那么共和党呢 可能更侧重于国家安全方面 民主党呢 更侧重于意识形态方面 比如说民主自由 人权啊 等等这些方面 那 而这个 相对的标准 大家知道国际形势等等 中美关系 是吧 有的事情啊 那不是仅仅美国更换总统 就能够改变 那我们前面这里讲到了 这个误区 是吧 那说入党的这个原因呀 以及退党的经过呀 等等方面误区 那么有的人问说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解释才对呀 这个问题你不能这样问是吧 那你自己的情况呢 我们作为律师只能说呢 你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是吧 来解答 但是呢 这里面当然有一些 这个能够帮助你来沟通 帮助你来这个克服障碍的这个问题 简单说呢 这个我们律所的客户啊 有很多人也曾经啊 有这方面的背景这样的问题 但是呢 经过我们帮助准备 几乎所有的申请人都顺利的克服了障碍 拿到了入卡 那么具体是怎么样呢 这个 当然我们不太可能在一个视频里头 给大家 讲到所有的具体的办法 也没有一个one size fit all 这个一个solution 那而且呢 这个坦率的说是吧 也是我们经过很多时间 经过申请人的具体情况来总结的 但是至少呢 我们在这里握住大家 告诉大家 可能存在的误区在哪里 至于其他一些呢 就连误区都算不上了 就说比如说有的人说 是不是要隐瞒啊 是吧 有的人说 这个我是不是干脆就不提了 那这个首先我们作为律师呢 不可能向大家这样建议 另外呢 如果你看了我们 比如说微信公众号 最近关于 绿卡背景调查的文章等等 那里面也提到 就是说呢 有这样的案例 有的申请人过后几十年 都要为此担心 甚至有被查出 因此呢 连这个已经入籍的 或者说已经拿到绿卡的 都受到相应的问题 对吧 在说一直为此担心也不值得 而且确实这个本身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 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说一下呢 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人 这个本来并不是问题 你只要提供合理的解释就可以 但是我们的经验和观察是坦率的说呢 很多人因为来自一个不同的环境 他有一个不同的mindset 他的这个想法不一样 所以呢 这个侧重点方向不一样 造成了这样的问题 还有呢 有的人说到说我以前填签证申请表啊 是这样填的啊 或者我也记不清当时怎样填的了 那现在会不会有前后矛盾冲突不一致的问题 会不会造成麻烦 或者说我此前表已经交上了 是这样写的 现在如果更改会不会有问题 那这个呢 首先呢 我们再强调一下 就是说和事实保持一致 比前后一致更加重要 对吧 你过去如果有什么typical graphical error啊 有什么笔物啊 等等啊 这个疏忽啊 这都没有关系 我们也有若干的客户啊 是在更正以后顺利取得批准的 包括有的申请人呢 没有经过面试啊 主要提供合理的解释 也顺利得到批准 这个并不是问题啊 那呃 这个在办理签证申请表的时候 有人说有这方面的问题 有人说没有 那到底谁对呢 简单来说都对 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说量子态的 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拿到的签证申请表都一样 过去若干年里面 因为这个填表是在网上填嘛 对于不同的申请人 问到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有的人问到了 有的人没有问到 而是还要看问题的措辞 所以呢 你与其这个去冥想说 过去是怎么准备的啊 不如把这个时间呢 用在提供一个合理的解释啊 就能够顺利的克服困难解决问题 那还有呢 有的人问到关于团员方面的情况 这个呢 我们此前有另外的两个视频 大家可以参考 总体来说呢 我们认为吧 曾经是团员应该不是问题 那具体的要怎样写呢 硬这个是case by case 看个人的情况 对吧 如果你是团市委书记 那也是团员 对吧 你要是一个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活动 那这也名义上可能填过表也算 对吧 那这个 但是在实际上可能区别就大了 对吧 那所以呢 要看个人的情况 但是呢 此前我们有别的视频 讲到了 就是说对很多人 有可能适用的一些 这个常见的解释 大家至少可以参考 总之呢 这个问题稍微有一些敏感 然后case by case 每一个人的情况肯定不一样 但是呢 我们至少在这里呢 给大家讲到常见的一些误区 希望大家呢 引起重视 然后如果有更多的具体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again呢 我们看到 比如说 在来到美国的人中 你从一个数字的简单比例 对吧 九千多万 作为分子 对吧 十几亿作为分母 那在美国的百分比 可能比这个更高 对吧 如果说 那一个曾经是党员 那人都没有 这个肯定也不符合事实 其中拿到立卡的人很多 对于普通人来说 应该不是问题 但是呢 需要认真对待 提供合理的解释 有更多的 相关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